天国的来临第十部分 第十六讲 我们上一次开始讲 最后的一个reader boss 回应这些学者们的一些的论说 page 483 第483 页 lastly 最后 as to the argument that these descriptions are supposed to be lacking in the rest of Jesus's teaching 我们的作者说 现在我们来讨论 作者们认为 这些的在马可费十三章的描述 在耶稣其他的教导 你是找不到的 这个的论点 it must in the first place be pointed out that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 in his teaching Jesus's first task was not to emphasize to his disciples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was something of the future 我们首先指出 耶稣首要的任务 不是向门徒强调天国 是一件未来的事 but much rather that it was present 反之耶稣所强调的是天国 是现在已经来到了 it is therefore not at all surprising that the manner of this great future is purposely not often discussed separately 因此 令我们不惊奇的是 这个的伟大的未来 这件事情呢 是故意不是分开来讨论的 but secondly 但是 第二 there is an important reservation to be made with respect to the statement that these apocalyptic ideas are not found anywhere else in Jesus' preaching 第二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有所保留的 就是说 学者们说 这些末日的概念 在耶稣其他的教导地方 到处都找不到 这方面我们有所保留 rather they are the great presupposition of all that Jesus in his preaching reviews about the future 反之 这些的 马可福音第13章的概念 都是耶稣讲道 耶稣讲道未来的事情 耶稣的启示的背后的 伟大的前提 Recall the place in Jesus' preaching which is occupied by the prophecy of Daniel 7 about the Son of Man 还记得吗 耶稣的讲道里面 但一里第七章的预言 讲道人子的预言 是占有怎么样 一个重要的地位 By this Jesus in principle set his own coming in the light of the prophetic apocalyptic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耶稣 这个做法 原则上已经 把他的再来 放在 先知 讲道 末日 未来的期待 放在这个的框架 让我们去理解 Already on this basis there is no reason to deny to him some other rather accessory traits of this expectation 就算 就算 只是根据 这一两点 就没有理由 不承认 还有关于 期待 人子再来的 一些其他的 附带的 特点 不是耶稣讲道 没有理由 不相信 不是耶稣讲道 Moreover we find that 不但如此 我们发现 fundamentally on the same level with what is sai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and what precedes it in the speech of Mark 13 are other texts 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 是 讲道 天国的未来 和天国将要来之前发生的事 都是在同一个层面的 那下面有很多的经文 是什么经文呢 与 马可13章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呢 我们来读 the text on the last judgment 这些关于最后的审判的经文 the great wedding feast in the coming eon 在未来的世代的 伟大的婚宴和延续 the rejection of the godless 不信的人被拒绝 the utter darkness 大的黑暗 这里有四段的经文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21 and following 马太福音第七章 从第20一节开始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Matthew chapter 8 verses 11 and following 马太福音第八章 从第十一节开始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 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一同作息 我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边 黑暗里去 在哪里必有 I could 切齐了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20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二十节 耶稣在诸城中 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等 Matthew chapter 12 verse 41 and following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从第四十一节开始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维人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维人 听了越南所传道 就悔改了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 比越南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 比所罗门更大 The sending forth of the angels to the world harvest 还有什么经文是 与马太福音十三章 说在同一个层面的呢 天使被差遣 去收世界的庄稼 Matthew 13 41 and following 马太福音十三章 从第四十一节开始 人子要差遣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 从他果度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且耻了 And verse 49 and following 仍然是马太十三章 从第四十九节开始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有哀哭且耻了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in his glory 人子 他的荣耀中 要来到 Matthew 16 27 and following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从第二十七节开始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有人 没有尝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 在他的国里 The necessity of afflictions and temptations 必有苦难 必有试探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 24 and following 马太福音第十章 从第二十四节开始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 仆人和主人一样 也就罢了 人既骂家主是别西部 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 等等 Matthew 16 verse 24 and following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从第二十四节开始 于是耶稣对文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疑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重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未尝死位之前 必看见人只降临在他的国里 Matthew 18 verse 7 马太十八章第七节 这世界有祸了 因为将人半倒 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倒人的有祸了 这些是患难 试探必定会来到 The rule of the disciples over the twelve tribes of Israel in the regeneration 在万物复兴的时候呢 门徒们必定会管理 以色列的十二的支派 Matthew 19 verse 28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二十八节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refer to Matthew 20 23 参考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第二十三节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这里是讲到 门徒们必定要治理 要管理 以色列 The resurrection 还有关于复活的经文 也是与 马可福音十三章 在同一个层面的 Matthew 22 23-33 马太福音22章 马太福音22章23-33 撒都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那天 他们来问耶稣说 夫子 摩西说 人若死了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举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那下面呢 他们举出一个例子 然后呢 耶稣回答说 29节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上帝在经上 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乃是活人的上帝 众人听见这话 就稀奇他的教训 这段是复活的教训 与马可13章 是在同一个层面的 The fall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被毁 也是与马可13章 在同一个层面的 Matthew chapter23 37 and following 马太福音23章 从第37节起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凤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肠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到你们所奉主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还有 参考路加福音13章 第1节起 正当那时 有人将比拉多 使加利利人的血 残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 告诉耶稣 然后呢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重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着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从前 西罗亚楼 到他了 压死18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 比一切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 灭亡 像耶路撒冷婚女 所讲的 有祸了的宣告 路加福音 第23章 第29节 因为日子要到 人必说 不生育的 和未曾怀胎的 未曾 如养 婴孩的 有福了 唯有一方面 是不同的 就是这么多的经文 跟马可分十三章 讲的事情是不同的 不同的乃是 在其他的经文 好像是孤立的 分散的 偶发的 但是在这里 在马可十三章 是在一段的经文 故意的集中在讲 天国将要来之前 会发生什么事 That is why the separation and exclusion of these thoughts from Jesus' teaching is an infringement upon the supernatural and cosmic character of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as announced by Jesus 所以呢 假如要把 这些的事情 就是马可分十三章 所讲的事情 从耶稣的教导中 来分开 来排除的话 就是侵犯了 耶稣所宣告的 天国的 超自然的性质 和宇宙性的性质 这个耶稣所宣讲的 未来的天国 是超自然的 是宇宙性的 若把 这些的经文 把其他经文都把它分散掉 就侵犯了这个的本质 因此我们只能为马可福音13章1到27节做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 所以任何人要试图不承认 这段话里面的事实 不承认是耶稣所讲的话 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必须拒绝这样的说法 我们若要知道 耶稣讲到天国的未来 说了怎么样的预言的话 我们绝对可以依靠 马可福音13章和其他平衡经文 就正如我们可以依赖 在所有其他耶稣的教训里面 所赐给我们的经文 B The beginning of sorrows B 大痛苦 或者大灾难的开始 中文圣经有个主角 就是好像富人生产的苦难 这样的痛苦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sorrows 484页 A closer study of the so-called synoptic gospels to form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character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future foretold there will reveal three different phases 若仔细地去研究 三本所谓福类福音 就是马太 马可 路加 来勾画出一幅的图画 就是说耶稣 讲到未来的预言 的性知 还有耶稣 讲到未来的 这段的时期 我们若仔细地研究 这些的经文 就会看到 三个不同的阶段 The first of them 第一个阶段 is the beginning of sorrows 就是大灾难的开始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great tribulation 第二个阶段 是讲到大灾难 and the third is the parousia of the son of man 第三个阶段 就是人子的降临 或者显现 The first phase is described in Mark 13 5-8 Matthew 24 4-8 Luke 21 8-11 第一个阶段 就是那个大灾难的开始 记载在 马可福音 十三章 五到八节 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 四到八节 和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 八到十一节 我们来读 这些的经文 马可福音 第十三章 第五到第八节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默契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饥荒 这都是灾难 或者生产之难的起头 Matthew 24 4-8 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 第四节到第八节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默契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灾难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到 只是默契不能立时 就到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到处必有饥荒 云意 又有可怕的意象和大神级 从天上显现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大灾难 或者是大忧伤的开始 In all three gospels 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书里 They are accompanied by warning about the fate of believers At that time 同时也记载耶稣警告 关于门徒将来的结局 And about the way they should behave in it 也警告门徒该如何行道 Mark 13 9-13 Matthew 24 9-14 Luke 21 12-19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 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但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编打 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然而 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话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另外两段经文分别是 马太24章9到14节和路加21章12到19节 下讲我们继续讲这个第一个阶段 中文是大灾难的起头 或者是大痛苦或者忧伤的起头 请不吝点赞 启车 请不吝点赞 启车 感谢观看